你做完结果,提取前面四个字 然后假设我用那个MID函数 可是像刚刚这个地方 同学可能遇到状况就是这个地方 从第一个字取四个字 正常应该是直接按确定它会是0551 就把文字给输入到这里 不过你会发现它这些出现是公式 主要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 原因是因为你怎么了 出现格式里面是文字 也是原来可能我之前的范例 没把那个格式给改回来 正常应该是通用 所以如果说你要恢复的话很简单 就先改为通用 然后再到上面打个勾就可以了 恢复了 那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希望看到的是公式 那你就是先把它改成文字 输入的时候就不会执行结果 而是会把你的公式给显示出来 OK所以这地方顺便讲一下 因为刚刚同学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格式的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这地方 记得如果你预设是文字 它就会显示成那个你原来里面的公式 那接下来的话是有关那个 综合练习这一题 首先第一个我要需要把这个结果输出来 那方法当然很多种 第一个不外乎REPD加油的一恩 第二个也许 还有没有其他的函数 比较简单的 当然有 那第三个我刚刚讲了 就是BBA 一键完成 这个一键完成 按下它 再自动完成 有个清除 自动清除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插入函数 这边会出现你自己定义的函数 那当然有两个 一个是手机 手机的话跟你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有没有 三个给它 它会给你结果 OK 向下填满 不过这个手机函数是自己做出来的 它也是互动的 这个是以色列里面没有 不过其实以色列里面没有的真的还太多了 你工作里面很多可能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制定 制定完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OK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其实都需要去制定这些函数 那像刚刚那个 第一个函数做完之后 有同学说 老师那个要选三个 那可不可以什么 给我给它一个范围就好了 有没有 刚刚不是要点三下吗 点一二三 那有没有方法 干脆给一个范围 所以给一个范围 刷一次啊 三个给它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后来 就同学问说 有没有办法改 当然可以啊 所以我把它改成叫手机范围 所以手机范围就是 只要一个参数 刷一下 给它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给它有没有 它自己去切嘛 所以以后啊 如果你不止三个 你可能30个 300个 那你总不可能叫使用者 给你一直选啊 哦 它会选到疯掉嘛 对不对 所以你给它一个选一下 它会自动帮你切切切切切切 切完之后把结果怎么样 显示出来 不就好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按确定 一样可以看到结果 向下填满 诶 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 刚刚讲的这些都是VBA哦 所以VBA的形式一 按按钮 好了没有 它直接怎么样 去抓上面的东西来显示啊 第二个是制定函数 那待会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 不过呢 在讲VBA之前 可能先讲一下 如果我不用VBA 不过VBA算是比较高阶的使用方法 那 假设我们希望用什么 比较传统的 里面的REPI 有人怎么做 那其实啊 一 邮标放上面 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等于 先串09嘛 09什么呢 诶 这个 电信业者 所以串接end end它 再end什么呢 end一个 这个minus 一个减的符号 再end什么呢 end 门号区码 不过门号区码之前呢 要先补0嘛 OK 所以要补几个0 诶 补几个0 根据什么 根据REPT嘛 所以你就打一个REPT repeat 当然你不用打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前面这边插入函数了 直接插入REPT 然后repeat 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诶 你要重复什么 我要重复0 重复几次呢 后刮还不行 逗点 第二个问题 重复几次 诶 刚刚讲过 用3来减 3减掉 L1N 什么的L1N呢 这个门号的几个字嘛 对不对 那我就 跟他讲说 你帮我算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字 他回来就两个字 3减掉2 那就是1嘛 所以他会怎么样 重复一个0 对不对 OK 那后刮弧 先把它打勾一下 有没有 0911 一个-0 特别注意啊 其实有时候公式 你不见得已经要从头打到尾再打勾啦 有的时候先按 也是一样 你反正先做一部分 再做一部分嘛 没有人说叫你一次要做到底啦 而且有时候你功力还不够的同学 一次做到底就错了 一次做到底就错了 先一部分一部分再慢慢做没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说我要把后面再补上84嘛 所以怎么办 end 再选取他嘛 打勾 084 OK 应该可以理解啦 OK 那后面的话呢 还有末码 那其实你会发现 门号的区码跟末码 其实呢 应该讲起来 只有储存格的位置不同 其他都一样 所以哦 聪明的 不用重做 对 复制哦 而且但是你要知道从哪里复制哦 你不要复制错哦 因为之前同学错 他后面一定要再串接嘛 所以记得哦 从哪里呢 从这个end 有没有 一直Ctrl C 然后呢 把它Ctrl V 他就会有串接 有没有 串接一个简的符号 然后G4怎么样 改成H4 所以我的习惯是选起来 再按他 他就把它盖过去了 其实都不用动手 滑鼠选一下盖过去就好了 OK 然后按打勾哦 做完了 下下填满 完成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不过呢 其实这个方法 倒是第一个方法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方法 不算太好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函数里面 因为这个方法是某电信公司 他们内部的资讯主管 就是出的题目啦 不过后来我跟他讲说 其实这样有点 有点比较复杂 你可以用简单一点的方法 所以后来我跟他讲说 不要用这个方法 用什么方法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按滑鼠右键 出称格 有没有 如果你要让他变成三码的话 你可以用自定 自定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000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变成084 也就是说 如果以后 你只要怎么样 在格式上面 动手脚的话 我这边干脆把这些范围 看出去的向右向下 假设我希望全部都改的话 很简单 自定一下 这边改成三码 000 按个确定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三码了 OK 不过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刚刚那个格式 虽然表面上是看到的是 084 可是它存在Excel里面 还是84 它只是格式化 格式表示说 外观 不代表里面的资料 有被变更 OK 这两回事 那其实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 因为 如果说你要真正去 变更里面的资料的话 其实Excel里面 有一个函数 它是专门怎么样 类似于刚刚的做法 只是说我用函数来表达 就可以真正的去 把它怎么 用那个 把它改成 就是084 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那个函数 一样 前面东西都一样 等于一样是09 然后end 然后就是把这个串接进来 然后end 然后一个减的符号 在end后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在插入函数这里面 不过特别重要 不要用这个 用这边 一样在文字里面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 这个叫做什么呢 格式化文字 所以里面会看到一个叫test 这个test 其实底下会说 就是将指定的数值 转换为 转换成文字 但是它没有特别 强调这个format 格式化 也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value 一个值 另外呢 后面可以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 就跟刚刚那个按右键 出的格式 制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做value 在哪里 value就是它 g4 后面记得第二个参数 就是什么 给它000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format test 要加前后的双引号 OK 跟那个刚刚按右键 那个差别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给它84 它就会给你084 OK 按确定 好 那再来后面 其实也一样 就是把这个在 Ctrl C 这边再把它Ctrl V 把G4再改成H4 打勾 就完成了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公式 跟刚刚那个公式 比起来的话 这个简单多了嘛 对 要是你选的话 我想你应该会选这一个 这两个完成的公式 请各位试试看 那 如果你怕 做的过程有错的话 云端白板上面都有刚刚这一段 跟这一段 方法一跟方法二的这个完成的部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两个函数 其实如果严格讲起来 IEPT加LEN就算是一般性的函数 那TEST可能也许算是进阶函函数 因为比较少用到 但是其实非常好用 而且它跟那个按滑鼠右键 那个储存格式的制定 两边是相通的 如果说你以后有格式做得出来 你就可以运用那个TEST这个函数 去帮你把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格式化成你要的结果 而且它格式化之后不是只有表面格式改 它是实际上去修改实际上的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请各位再试试看 就是运用那个内建的函数 把它完成串接这个电话号码的部分 那这个范例 就是电信公司里面要求客服人员一定要会 因为客服人员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要下班 光要把这些资料做出来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把刚刚的问题再延伸出去 如果你今天不要用那个内建的函数 你希望自己产生什么 产生按钮 按下去就好了 或者是说你自己想要建什么 制定函数 因为制定函数非常简单 完全可以不用思考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公式 要怎么样串接 完全都不需要 直接插入函数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待会再来看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